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雨天不能出门不能到处逛 真的是很讨厌 可是喜欢花花草草的人 不管你是喜欢哪一种 总是喜欢逛花园逛花市逛花展 当然我也是一样 然后最近就逛花市的时候看到这颗 漂亮的黄色沙漠玫瑰 于是又把它买回来了 它是一个副瓣的哦 现在还没有盛开 但是它很漂亮哦 因为我想我的花都是红色粉红色系列 就买一颗不一样的吧 这些新品种的沙漠玫瑰 我也是把它当捕获一样这样养 但是适应环境的它就长得很好 你看它这一颗的叶子还暴涨 你看这个 跟这个它的叶子长得不一样 通常它都是用比较皮实的 然后牵插上新研发的品种 你看像我这一颗还派甜心 它这个长出来不一样叶子 是从最下面长出来的 这个就是旧的原始比较皮实好养的品种 然后上面嵌插的这个呢 就是新的海派甜心 你看它叶子长得完全不一样 差很多吧 不晓得旧的品种 开出来是什么样颜色的花 我一阵子就知道了 那你们再来看看这一个 你看你们有人一定没有看过 沙漠玫瑰的花甲 这个就是它的花甲 你看 然后呢成熟之后它就会干枯 会榨开 然后它的种子 就会像那个蒲公英的种子一样 到处飞 这一颗应该也是旧的 你看 它这千叉是从这里 然后这个都是旧的 所以这一个 长出来的这个花甲 应该是属于旧的 如果也没关系 旧的也是很漂亮啊 再来给你们看看这一颗 这一颗是我很多年以前买的 当初也是新品种 你看它的叶片 比较圆 然后它扦插原来的旧品种 你看叶片也是这种狭长型的 所以现在的沙漠玫瑰 几乎都是千叉而来 这样比较长得比较好比较快 否则它一个新品种出来卖那么贵 大家也是无法接受 然后因为它千叉繁殖 超快的 所以我们才可以买到 这么便宜的沙漠玫瑰 在外国可是挺贵的呢 再来我们来欣赏一下 沙漠玫瑰的快筋 你看这刚买来的时候都长这样 这个是养了好多好多年 五年以上有了 它就长这样 然后再来看看这些 你看看 最近都养超过二十年了 给你们看一下这颗糖蝇 它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雨大雨一直下 它却越来越红了 连它的小仔也是 可能是因为我给它吃了我的有机肥 它领甲变高了 所以漂亮极了 好了 今天这个沙漠玫瑰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 其实我本来想帮它换盆的 但是一直下雨 等天气暖和了再说吧 欢迎评论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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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